因花莲市福德地区重要观光推展 花莲县议会邀及县府召开专案会议 会议召集人叶昆景表示 希望透过会议讨论 照出问题共同解决 以立花莲县未来观光发展 花莲县议会召开花莲市福德地区重要观光推展 召集人叶昆景和县专案会议 也向花莲县府提出多项建议 目前福德开发案中央取向 期断征收 县政府是担心财政负担 所以签列了市地重划 因为中央的倾向 跟地方的意见不一 所以如果迟迟开发案没有定案 会影响到整个花莲地区观光的发展 所以我们请县政府能够重新的来制定地主开发 意见的调查 到底期断征收好呢 或是市地重划比较好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就是有关于整个一个期断征收的方案 花莲县政府因为从未办过 所以我们也建议相关单位建设处地震处能够择 而且派员到其他已经完成期断征收 个案的县市来参访 针对我们福德段 包含太平洋公园 还有南兵公园 以及我们目前东大门串联 我想都要做一个整体的规划计划 那至于这个区段征收的部分 我们也希望能够积极来推动 尤其很多的区段征收都几乎是在停摆 最主要是我们整个县政的预算的不足 我想一定要来突破 让我在想到我们自学 这个特定区里面 我们这个区段征收 以及四地重画 尤其四地重画 自办也没有成功以后 我们也要积极来推动这个区段征收 因为这个地主 整个规划里面 等于是把它绑死掉了 那没有去征收 让这些地主 在这个一二十年里面 因为土地的规划 有的甚至不能够代管 有的没有办法充分来使用 我想这个对地主是非常不公平的 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这整个规划案里面 我们期许大家一起来努力 另外针对冰状多元化政策 也请欢迎政府明证处 能够透过推展委员来召开会议 研定多项方案 市立殡仪馆的迁移 是势必在选 因为所有我们以目前现况的市立殡仪馆 这个是老旧的设备减弱 而且不乎使用 对于往生者或者是往生者的家属 非常的不尊重 所以我们一直期盼的 我们明证处能够早日的定夺 这个有关于市立殡仪馆的一个迁移的工作 我们要求这个明证处必须要在六个月以内 提出相关的设立的一个 这个旗层跟地点 欢迎县会专案召集人叶昆仪表示 希望透过这次的专案会议 大家共同讨论出最好的办法 希望欢迎县府能够有积极的作为 以利化临县整体的进行发展 记得中意 欢迎设备到